David市議員徐巧新 他拿出藥袋 說自己最近去看病 曬出這個藥袋的自拍 說最近喉嚨真的爆炸了 他說拿了幾天的藥 喉嚨也沒有長繭 乖乖吃藥 他希望很快就好起來了 他說這是個職業病 但他的人生就是不斷不斷的戰鬥跟奮鬥 也會呢不停下腳步 把每天都當作最後一天的去拼命 不眷戀過去 還有明天只在乎當下 他的支持者就紛紛留言說要保重了 那麼來看到現在呢 在國民黨的青壯派就喊出說要 世代交替 台北市議員徐巧新宣布要 前進國會 那麼想爭取連任的 國民黨立委費鴻太 日前接受專訪的時候坦言說 包括現在呢 民進黨的對手在內 自己從來不會攻擊別人 徐巧新直言 不同意費鴻太的觀點 認為要拿出實質的證據 才能夠擊倒民進黨 費鴻太在今天就特別回應了 他的重點是在於 28年來 從來不會攻擊黨內的同志 從他過去開記者會的這個說法來看看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去年呢 1126的選舉 我們在那開了很多的話 開了很多的記者會 其實我們針對很多人 包括論文 還有誇端 我攻擊的還不夠厲害嗎 我只是說 隱身我個人 與人為善 尤其是對黨內同志 絕不攻擊 28年沒有攻擊過一次 我的重點是在這 即使黨內不互打 仍然應該在路線上面 我們可以進行辯論 那跟討論 那我跟費鴻太委員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昨天在專訪的時候有提到 他是從來不攻擊民進黨 他說即便他跟民進黨的對手 過往的案例翻開新聞 他都不攻擊對手的 但我認為在現在的時代 就是應該要攻擊對手 而且呢 如果我取得了國民黨的初選門票 我肯定在2024年會攻擊對手的 只是我攻擊不是胡亂的攻擊 也不是造假的攻擊 我是拿出資料跟證據 然後迎頭痛擊對方 就一如我2022年做的這樣 因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是民進黨 他們透過側翼跟網軍 在這些日子以來 已經傷害了無數的人 鬥爭了無數的人 我們怎麼能讓這樣子的假消息 繼續傳遞下去呢 所以這是我的問證路線 或許跟廢委員有點不一樣 但是呢 哪一種比較好 就交給大家做選擇 不過我會清楚的 把我自己的問證路線 就是生死看淡 不服就敢 清楚的告訴大家 好 繼續我們來看到的是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有正式宣布要參選 2024的大安區立委 那麼被問到說 為何決定回到本命區 羅志強就解釋了 說自己的起點就是大安區 過去呢 也是這一區的議員 那麼現在參選立委 當然不讓 那麼現在呢 喊出世代交替 現在演變成 好像國民黨 有一點在窩裡鬥 羅志強則認為說 其實候選人呢 本來就是要用最強的 好 出來打才會贏 這才是關鍵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帥領子弟兵高喊口號 正式宣布參選大安區立委 但去年才簽呼及到桃園要選市長 如今又回到本命區 原因是什麼 你的服務的四年 讓你們服務團隊繼續接班下去 你的名義的出發點就是大安區 你就是大安區文山區的市議員 你在那邊住了二十幾年 你為什麼你不在你的大安區 好好的繼續扎根下來呢 選區回到初中 羅志強認為是對選民負責 而原本還找來七位台北市議員 站台卻臨時喊咖 難道是因為也包含了宣布參選的 中沛君才要避免尷尬 決定就是只邀請台北市的 大安文山的議會的議員 但因為昨天中沛君議員也宣布參選 我的個人是不喜歡造成大家覺得麻煩的人 而眼看藍衣的世代交替 一眼變成黨內窩裡鬥羅志強 也沉重呼籲 選最強的 選會贏的 難道你要選最弱的來去參選 那個士林北投嗎 你如果今天不能夠提名 在那個區裡面 有意參選的最強的人的話 其實是對這個選區的選民的不尊重 2022地方大選國民黨大獲全勝後 黨內有意出征立委 猶如雨後春筍 但如果沒有公平的遊戲規則紛爭 恐怕不會落幕 記者 小組台北報導 好我們來看到 根據TVBS的最新公布民調顯示 對於陳建仁 接任行政院長 有42%的民眾認為 陳建仁適合當隔魁 但有21%的民眾認為不適合 而對於內閣的改組 35%的民眾表示滿意 但是31%不滿意 而值得注意的是 竟然有33%的民眾是沒有意見的 現在的交叉比對 民進黨認同者當中有71%是滿意 而國民黨當中 18%是滿意 58%是不滿意 民眾黨則是有25%的民眾表示滿意 另外是關於這翁達瑞 他頻頻替前新竹市長林之間的論文爭議來爆不平 引發一些批評說他只敢揭發藍印的論文 那麼呢都不敢批評蔡英文的論文 但他卻強烈反擊 他說蔡英文的論文寫得非常好 台灣人很少呢能夠看到有像這樣子的文章了 甚至呢還說文法沒有錯誤 而這篇文章呢卻在網路上大炸鍋 尤其有網友留言說這根本就是反串吧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